我上網查是30層30 還是3厚 就是再大的花筆也都沒辦法 因為有些冬天的衣服真的是那個 有一些冬天的衣服 太厚了 就是它算一件 但是很厚 有尺寸限 45乘30 哦!對對對!這個!謝謝你 是075 對啊!這並有啦 所以就是 如果說 如果說 就是真的有這麼 這麻煩耶 就是壓縮吧 奇怪我留在今天怎麼回事 想 我覺得 因為我平常記的時候也是 我平常記不會記這麼大 我第一次記這麼大 我平常記的話 因為平常都一兩件一兩件沒有那麼多 只是一般的大小而已 其實我這樣辦我覺得很辛苦 但有一次 蝦皮我辦都活動 然後超多人跟我下班 我一天記得六項 而且重點是喔 重點是 它們都不同時段 可是我今天早上才看到兩筆 然後我弄完之後 我送出去 你去那邊去買東西吃蠻灰啊 吃一吃又有兩筆 超累的 然後因為 因為我有答應那些客人 就說 我基本上就是 我有這麼多一張片出貨 然後 現在的人也很希望 也很希望當天 當天都出貨 還有一個 明明就住在我家附近 為什麼不過來跟我拿 就很奇怪啊 為什麼不過來跟我拿 好好喔 你家旁邊有誰 我走過去 我家旁邊是全家 我家旁邊是全家 可能不想看吧 沒有就自己向他傳訊息的時候 我說可以 就是我們可以約在我家旁邊的全家見面 他不要 是女的 跟我買東西的基本上都是女生 因為我是賣 因為我現在是 是怎麼回事 有我現在是 這都是賣女生的 因為我那個二手衣 基本上都是女生的 我說我要把那個 衣服放衣服那空間 因為真的太多了 我今天又整理出來太多了 我要把它全部弄掉之後 我要在那邊之後 開始就是直播帶褲 那個背景比較好看 不然就是背景很難看耶 你們都覺得不好看 我自己也覺得不好看 而且我說是在想說 會不會不小心露出那個啊 內衣內褲啊 露出來也沒有人要看啊 他又很丟臉 肥宅 肥宅嗎 但是我昨天 就是有看到我那個 貼文嗎 我不是那種 你知道那個性感歲月的照片 但是之前我朋友要辦Party 後來一期沒有辦 然後我就要賣掉 然後昨天有一兩個 應該是男生 他問我說 可不可以拍一張我穿的正面照片 看然後還要買 然後我就 我就差無言了 我沒有拍給他 然後他不是說沒有辦法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我跟你用十倍價錢買 傻眼 沒關係啊 沒人看你啊 可以付約會嗎 什麼約會 哈囉 鎖骨孔 比較多人看嗎 你知道這是背景嗎 可能之前要買人 我應該是吧 因為我也曾經遇到過 之前有賣裙子 然後他跟我說 他要我穿過 可是 這賣衣服 只是我下面搭配裙子 他說他要那個裙子 我說那裙子是我的 沒有在賣 他就說 因為我內容也有寫 只有藏衣 他就說他要我穿過的 不要洗 我覺得超噁心的 他已經說十倍價錢 然後我朋友跟我說 真的有這市場嗎 他就說有人跟他買他穿過的絲襪 你知道 賣 就是那個買家跟他買多少嗎 那絲襪一條幾十塊 或者是一百多而已 竟然 用一萬多跟他買 他穿過 他長得很普通 但他腿很好看 就是他只要拍腿 然後那個絲襪穿上去很好看 哈囉